我21年来我一直在付出 他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 20年的夫妻了 哪有那么多甜言蜜语啊 我出去找工作 他不高兴 我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他也不愿意 我难道就不能有自己的生活吗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宋先生45岁来自河北私营业主 田女士43岁来自河北销售 欢迎老妹啊 您这衣服有特点啊 对 这都我自己做的 裙子是咱们那个 就是汉府明制的马面裙 上面就是一个上凹嘛 披肩嘛 没有按形制做 就是我想让它日常一点 哦 您现在喜欢这个是吧 对 怎么了 我觉得我们金婚制20多年吧 我一直兼兼业业的付出的太多了 然后我干什么他都不同意 干什么他都不支持 因为我们干的是旅馆 我想着我们那块把旅馆 也趋于饱和了 然后我就想着 现在这个汉服嘛 有好多年轻人都喜欢着 不过年轻人 其实我这年龄我也喜欢啊 我就想着把那个店转出去 然后做一个服装店 以汉服为主 您不同意 我不同意 好 你有什么资格 你把这店转上去 我怎么就没有资格啊 我经营十多年的地儿 你一下子转上去 这是我大半辈的心血 你有什么资格转上去 你这个地儿你管过什么呀 还不是都是我经营的吗 那我不在外边 给你铺好的路子 你怎么干呀 那你把营业执照放这儿 他能给你挣钱吗 还不是我慢慢慢慢 一点一点干的吗 那我这一天天 给你把路子铺好 不是 您铺的什么路啊 咱们说具体点 就是办执照啊 营业执照就办一次不就得了吗 该报账的时候 对 他就觉得是 这个店什么证件什么 我都给你弄好了 你不会在家看看店吗 一直到预产期的时候 我还在店里干 而且像我们在大学城边上开的店 一考的时候特别忙 我那时候就怀着孕 就最忙的时候 三天两夜都没有睡 那你干嘛呢 这不把路子给你铺好了吗 不不不不 你路子铺好 你日常不管的 那他怀孕的时候都快生产了 预产期都快到了 那几天您在干嘛呀 我有别的生意 您啥生意啊 又开个饭店 那老婆要生孩子呢 那饭店的生意丢个两天也不咋呀 为啥你不去帮忙呢 那个我没有时间 你时间干嘛去了 他就是这样 这店里他就觉得 我都给你弄好了 你就在这儿守着 当时我怀孕那会儿 我本身就是 人生反应特别厉害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我记得是快到预产期了 就是本来我是身体 就有一点水肿 但是那时候经济压力比较大嘛 因为我们开那个店的时候 都是贷款 也属于白手起降 基本上就是前台 保洁 包括那个洗床单什么 都是我一个人做 当时就是快到预产期 大概八个半月左右吧 有一天早上我一起 整个人官都变醒了 就整个脸都蠢的 就看不出来 然后就是自己想 想看看路都得扒开眼睛看 就水肿的那种程度 我就赶紧去医院嘛 我爸妈给我去的 他呢 人家忙别的呢 忙啥呢 我就是说不是不去 我就说把店安排好了以后 我再去 去了吗 去了后来去了 是 他是去了 因为当时情况也比较危急嘛 医生就建议马上做泡沫产 如果说不做泡沫产的话 可能大人孩子都没病了 但是说做泡沫产呢 可能是我吃也吃不太好 营养不是特别好 宁血功能不全 就有可能泡沫产以后 这个刀口也不长 就刀口一直开着不长 然后你知道当时那种心情 情况那么危急 我又不敢让老人知道 怕老人着急上火 然后做手术签字的时候 我说我自己签吧 人家医生说不行 这必须得有家属 但是就是让我父亲给签的字 心里那时候真的是 特别的无助 那你在干嘛呢 我说这种厨房 把店出完的事 你店里有多大的事啊 这老婆都快死了 还给你怀的孕 你店里有多大的事啊 我们店里不是也没雇人吗 关门啊 他就是这样 就是一说就是我忙 我照顾生意 就是这样 行行行 那孩子顺利吗 当时就是 其实我这个事啊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不知道 其实我来这儿也是 真的是接我心里的上班 那个孩子最终也没有保住 但是说做这个手术的时候 身上全是水腫 就是那个麻药根本就不吸收 做这个抛护产手术 整个就是在无麻的情况下做的 您知道吗 就是其实做过抛护产的人 可能都知道 就是医生往外娶孩子的时候 是最疼的时候 因为孩子跟母子连心嘛 然后医生拉第一道的时候 我说不行 太疼 然后拉第二道的时候 我就一下子疼死过去了 在我醒过来的时候 医生也在安慰我 闺女没事了 然后孩子娶出来了 再到我第三次醒过来的时候 就是最后缝针了 然后您知道就做这个手术 我真的就是在鬼门关转了三圈回来的 我跟他说着 您知道人家怎么说吗 你让他说一下 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呀 就是你交情 而且人家就说 谁叫做手术不打麻药 人家这样说 但是当时我那个情况 在手术室这个情况 其实别人也不知道 这个也可以理解 是吧 但是因为那个孩子也没了嘛 说实话 是孩子娶出来就没了还是 大概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了 因为当时我就是无麻的情况下 那你当爹的你说说 那孩子怎么没的 孩子 有发育不良吧 后来孩子没保住 因为那个生这个孩子以后 我身体不好 然后做这个手术 就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说 出问任母 然后孩子就看了一眼 就再也没了 我就是本身也腰疼 然后又还胀肚子 心情也不好 然后人家就是 没有说一句 说特别暖心的话 一直就说 你这一天板着个脸 人家客人来了 怎么怎么着 那可不是吗 八个半远 孩子没了 那谁能好心情 你心情不好 你也不得带到吧台上呀 你调好脸的 这客人谁还住啊 你这脑子里出有点钱 你还有点人味吗 孩子没保住 可以再生 那你得让他难受 难受吗 你得让他难受出来吗 你不知道咱们调了 还前这么多贷款吗 你干哪 你让他歇着呀 你那么能干 你干哪 你都能铺路了 你就把桥也修了吧 他一直就是这样 后来有孩子了吗 后来那个 到怀第二个孩子 就是这个孩子 过了两年吧 过了两年以后 有孩子 正好怀这个孩子的时候 又赶上家里边 老房子拆 他父母就到我们这儿来住了 然后 他就回老家盖房子了 那时候又是我正好运气 弄着二十多间房 还要照顾老人 有时候就是累的呀 自个儿都不想吃饭 咋不花钱雇人呢 宾馆没挣上钱吗 因为当时我们都是贷款 弄的这个店 还上了吗 到我还账的时候 我才发现 他干的饭店赔钱了 这个做生意有赔有赚 这个赚不了钱 我也没办法 您知道当时他父母在这儿 我还要照顾父母 然后我不闯带的时候 脚一滑 一下就趴在那个床上 但是我就不敢 硬伤过一个孩子 我就趴在床上 不敢动着嘛 差不多有半个小时 我一下不敢动 就自个儿在那儿哭 但是也不敢大声哭 因为咱这个行业 怕人家听见笑话 就心里特别无助 后来孩子好吧 孩子挺好的 这个是孕妻的时候 他回老家盖房子是吧 等于宾馆挣来的钱 都给他祸害了呗 赔了呗 对 我们是前期经营的那个店 因为赶上了拆迁 因为有他那些 赔钱的那些经历了 我就想着这次选址 千万别赔钱 我就每天差不多六点半出去 晚上九点左右 我才回去呢 那他干嘛呢 我去 我不是开个店吗 开个饭店吗 你不是赔了吗 又弄一个 我出这事去了 就说给别人合伙一块干的 选址 你怎么不跟他一起去呢 你不是那么能干吗 你扑路扑啊 那时候孩子多大 那时候大的就是七八岁 小的就是不满一周岁嘛 那就是等于后来又生老三了是吧 对 要不我说 我跟上他这些年就是 做了三次抛股肠手术 唠了一肚子吧 干活累了一身病 他今天弄个饭店 明天可能合伙给人卖个花肥 卖个种子 就一直陪吧 到一六年的时候 就我爸就回老家的时候 突然没有任何征兆的生活下 就一下去世了 我就心里就觉得 这天就跟塌了似的 本来高高兴兴地回老家的 然后半路就没了 然后我就对我打击特别大 然后人家又是 没有一句暖心的话 这人生老病死 这是常事 这你也不能天下大热帘 坐在前台上 影响困难 又是这样 就是没有一句暖心的话 然后那时候 其实我这个人特别恐高 我站到二楼 往窗户下边看 我都头晕 那时候朋友们就觉得 我是状态不太好 有时候就 追我去他们家 那个窜个门 我就甭管去谁家 我就静止地上人家 那个阳台那儿去 自个儿心里就想 我从这儿跳下去好 因为我父亲 一下就没了 我就觉得这人活着 真的就是 就那一口气嘛 然后就走到大街上 人家有个出车祸的 我回头我就这想 怎么这个车祸不是我 就这种心理 然后那个朋友 带我去医院嘛 就是人轻度抑郁 后来 朋友说 你别天天在家这么着了 后来就给我 介绍了个工作 我就出去上班 终于离开那个宾馆了 是吧 对 好事好事 上班上的怎么样 上班更盛气 你别提着工作了 主持人要跟你说 他上了什么班 他跑保险 这一天天接触的 基本上吧 就是男士多 天天跟男士什么 打电话聊视频呢 那人家有问题 那我不回答吗 我也没背着你说 去给人家打电话 有一次 肯定要吃饭喝酒 回到凌晨两点钟了都 我一看 打电话也得不接电话 我挺担心的 后来自己回来吧 我往柔小医看呢 别人送他了 老婆 差一点死在医院 你不担心 他那天晚上不回来 你怎么担心了呢 你真忍不住了 接着说 接着说 后来我发现他 给别人在下边 揉揉抱抱的 你说气冷不气冷 其实主持人 是这么回事 因为当时吧 是同事帮我 去跟我介绍客户 但是那个同事吧 就小年轻嘛 然后那个 当时吃完饭以后 就说咱唱会儿歌吧 我说我手机没电了 就拿那个同事 那个手机 我说给你姐夫说一声 然后他也喝点酒嘛 也比较性情那孩子 咱今天就痛痛快玩 谁也别拿手机 把手机都扔车上了 然后正好有个同事 离我近嘛 说那个田姐 我送你回去吧 然后到那时候 他说你看 小年轻就这样 有点任性啊 回去跟你姐夫 说明白了 然后就是那个 田姐加油啊 姐是清 他就正好在楼上 看见那个人家 人家就这样 拍了我一下肩膀 说好好说一下 跟你姐夫 他就说我跟人 揉揉抱抱 就是夫妻之间那点 最起码的 那种信任感都没有 后来还坐嘛 乔首 不坐了 我也没必要天天 让他往我头上扣十盘子 对吧 我就转到那个售后了 这个宾馆现在等于 后来谁经营呢 后来是他在店里 这不就过来了吗 对 过到现在 怎么突然又想着盘店 又想着汉服呢 因为我那个 从十几岁 我就穿比较国风类的衣服 然后这两年 汉服不是也挺那个啥的吧 我就开始做衣服 包括查资料啊什么的 不是那你为啥不支持他一下呢 他成天是马马虎虎的 一坐上衣服了 什么都不管了 连接孩子了 做饭啊 这都忘了 不是 那你做饭 你接孩子不就完了吗 我不是一直守垫吗 就是在你的词汇里面 最重要的是那间店 对吧 对 什么生老病死啊 人情世故啊 爱啊 妻子啊 孩子在你心里都没有 是吧 你觉得只要把钱挣来了 就行是吧 是吧 其实我做衣服有时候 咱也不是特别懂这个汉服 我就想着做的稍微正规一点 查资料什么 可能是偶尔会忘了 接孩子啊 做饭 主持人我跟你说 有一次啊下大雨 孩子没办法 自己跑回来了 回家进门就哭 他说给妈妈打了十几个电话 妈妈也不接 哎呦我心疼的啊 我就心得很难受 这孩子没你电话吗 这孩子为啥 只有他妈的电话呀 平时是我接孩子多一点 那天也确实是 就是查些资料嘛 我把时间给忘了 大复晚上嘛 孩子发起高烧来了 我就把孩子去医院了 这孩子闹闹闻 闹闻闻闹闹闹闹了 这孩子一直叫妈妈 一直叫妈妈 你咋弄不了你当爹的 我那天也不是想着 快到六一了 我想着是做一套汉服 然后正好六一 孩子放假的时候 带孩子出去转转 她不是也没有多严重吗 就感冒发烧不疫就好了嘛 你要不做衣服 这孩子怎么能得到个病啊 反正我觉得是什么呀 前半辈子 我就天天在店里 我现在就想着 做我自个儿喜欢的事 穿上我自个儿做的衣服 我觉得挺美的 你还说做衣服呢 主任我跟你说 我门常住一个哥们 给我打电话 说哥以后再不去你们店了 我怎么了 他说晚上闹鬼 我说不可能啊 后来我一朝监控的 晚上他又穿着我破衣服 我一看寻楼的 把人家客人吓掉跳 人家说我再也不去了 因为那个常住的客人 他也知道我平时 爱穿这种衣服 那种矫情客户 咱不去住就别住了呗 那人家好多客人 都不去住了 你怎么挣钱啊 你说气人不气人啊 就是因为汉服 在你看来影响了 你们正常的这个生意了 是吧 对 对于日常生活有影响吗 有影响啊 他坐起汉服来 什么都不想了 做饭什么 什么都不管 你还说什么都不想了 本来你看 我大儿子今年 差不多就该高考了嘛 我就想着 一家子也没个全家服 然后我就想着 哎 做一个家庭版的 那种亲子装汉服 然后出去玩玩去是吧 人家一说就是 你神经病弄的这啥呀 包括我跟两个孩子 穿着汉服去 人家在后边 恨不得离我们半里地 人家说跟我们一块走 丢人 行 反正他不理解你呗 对 就是什么都不行 然后我自个儿 弄了个快手账号 我每天那个 发发快手啊什么的 你就不先丢人吗 你坐的衣服 一说就是我丢人 我丢什么人了 我自个儿买的布 我自个儿坐的衣服 我穿上我觉得挺美的 我出去我觉得 好多人都是那种 羡慕的眼光 那你们今天来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呢 我就想把店弄出去 做我的汉服店 那你就做你的汉服 让他进行他的宾馆呗 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一定要 把店弄出去呢 我手里没有那么多资金吗 您不同意对吧 对 我不同意 这是我十几年的心血 大半半的一手操扰起来的 不是都他在操持吗 我也没听您操持什么呀 您不就申请个照吗 铺了个路吗 为啥不支持他一次呢 他要做着衣服呢 能赚几个钱呀 你别管人能赚几个钱 就支持他一次行不行 当还债了 不支持 我们这么大岁时候吧 拍得上倒鞋吧 也用钱 现在呢 变得顾佳了 变得务实了 这个该到稳的年龄的时候呢 我要去冒险了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事业之争 其实这个背后 都是一些情伤在里头 这些伤 对这对夫妻 到底有怎样的影响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分析吧 来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其实啊 他们俩感情上也没什么大的冲突 他也不是实恶不赦 即使是你也接受了 对吧 他也不是一无是处 如果是你也习惯了 对吧 对 只是说现在对事业的发展上面 有了一些冲突 现在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位女士啊 您投资这份事业需要多少钱 我想着是做吧 就做得好一点 大概三五十万那样吧 你要投资一个厂吗 不是 因为这个汉服 如果说光靠我单纯的 我自个儿现在说手工这种做吧 可能是花不了多少钱 但是你要是说形成规模 你不可能说就一个颜色 一个款式对吧 对 就想做得稍微规模大一点 好一点 就是这样 我只能在这个方面给你一些建议啊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 在经营企业的 你现在的快手号多少粉丝 一千左右吧 一千左右的粉是吧 你要投资五六十万 你要冷静啊 就你现在主流方向 我们还是靠电商嘛 然后汉服呢 你又自己不生产 我们从正常的这种商业经营上来讲 你很难在这个方面取得大的突破 很有可能会把那五六十万赔进去 我们说句实在话 好吧 谢谢老师建议 其实我觉得你们夫妻的这种状态挺可怕的 我没有听出夫妻间的爱意 情感的交流 或者对我们孩子的爱心 我都没有听到 不光是说先生听起来似乎在 妻子生孩子的时候那么的冷漠 那么的绝情 妻子说起来我觉得 好像也没有那么痛苦 似乎你们在前半生经历的所有的情感的伤害 都不叫什么痛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你们变得这么的冷漠 麻木 这个男人到现在都可以说 当年妻子鬼门关过了三次 现在说哪个女人不生孩子 这说的是人话吗 你那说女人不都这样吗 这句话说出来 你的那个人性的冷漠 那种无情无义先生 也就她 她能忍你 换成别的女人谁忍啊 我们的家庭中容果 没有了爱和温度在守候 只剩下我们俩钻营着 共同赚钱这一件事 我觉得真的挺可怕的 希望你们都能够回归一下家庭 回归一下正常家庭的温度 这样对你们未来的生活 对你们孩子的成长 都是好事 谢谢 大姐 你不是在做一个生意 你是在赌 你是在找自己的价值 你在折腾 你这辈子你没有一个目标 你没有一个安放自己情感的场所 你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 一个自己感兴趣 并且想去做的事情 可它又是那么的难 你只看到如果成功了 你会多么的好 但失败了 你们承受不了的 你不要用它的方式来继续 你再学它呀 是不是 你知道自己哪儿不对吗 不知道 没有照顾好它 你跟它说呀 没有照顾好你 你应该说对不起呀 对不起 在你那肚子上划三刀 你愿意吗 没有麻药 你试一下 对不起 这家如果你再这么下去的话 真是破了 它其实已经破了 但现在这个女人 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挽回 她只能从她的事业 她的汉服上找到一丝继位 你心太冷了 你敢不敢让她去试一下呢 我们能不能做一些 让我们不让她去实现 小范围地去实现 支持她一些 让她每天去拍拍那些视频 好不好 让她去做 她想做的事情 因为你在赎罪 懂吗 对 真懂 就去做 就这样 谢谢 这我真的没办法劝和 第一个孩子没有的时候 这个男人在你生死攸关的时候 他坐在那边看店 他不允许你悲伤 他认为 你所有受的这些罪 都是女人应该受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没有跟她分开 你还给她再生了个孩子 你怎么回事 她不让你坐在 柜台那边悲伤的时候 你内心还有一点点 所谓的自尊可言吗 我都不说她 你把自己当人看吧 你明明知道 她对你没有丝毫的爱可言 你明明知道 她对于你所做的一切的付出 她是看不见的 你依然为她生了两个孩子 今天站在这个台上 很多人都不会同情 为什么 因为那么多年来 你到今天 你再等的居然还是一句暖心的话 我的意见很简单 就是跑 立刻跑 我们不能再 惯着这样的人存在了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其实我都知道 你义愤填膺的时候 他们 或和他们一样的人 他们吸引了另外一个生意 那么请陆琪老师 你告诉我 我不开这家宾馆 你让我怎么活 大多数的人都以此为借口 是这么想的吧 所以我们的愤怒 并不来自于是钱 因为你可以有你太多的理由 生活的理由 现实的理由 可是你想 事后 你的反应 这个是没有人性的 这个你没有拿任何借口 说了吧 所以人只有在关键时刻 我们才能比较出 内心真实的东西 过与不过 你们自己定 店开不开 你们也自己定 我们只说 我们最想说的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老婆 你跟我这么些年 确实不容易 别的花言巧语的话 我也不会说 你爱好去做东西 我也不阻拦 但是你得顾将 多照顾孩子 你多看看地儿 我也没有说不顾家 不顾孩子 不是怎么最后 他还成了一个受害者了呢 不是怎么最后一个 害人的人 反而成为一个受害者了呢 他居然能说 你可以追求你的爱好啊 多照顾家 多照顾照顾宾馆 那你干嘛 我还在 还在你玩 对 您铺路 您铺路 这说我没有不照顾家呀 行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什么 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以后好好过日子吧 跟谁 跟我老婆 人都走了 谢谢您请回 麻木不仁多可怕 行了 了解 谢谢您的观众朋友